字幕志祥 一個非常之刻忍的二制組 學歷非常高 家底很好 香港仔的味道 然後又浸過鹹水 但又有那種換世不公的公子味 可以出來了 洗腳不抹腳 偷女 什麼都要玩 駕駛車 一個這麼討厭的二制組 他不懂得危機感 直至他坐牢 人生有很多跌檔的故事 進入之後 一個差不多30歲的人 從來都未打過一百分鐘社會的工作 有很多事情他原本的世界可以用錢解決 現在就不可以 真的要用人 用心拿出來 才可以跟人交心 或者去做一個對等的交人 上班 上燒刊奇數 每天都學一些新技能 等到我出社會的時候 一技所長 而至於我的角色 其實叫呂文跡 呂文跡是一個比主角于日神 更加有錢的超級富二代 其實我會覺得呂文跡這個大角 是于日神自己 作為一個富二代 的一個直接投射 他好像看著一塊鏡一樣 可想而知其實呂文跡 是會比主角于日神的迂腐和誇張 更加為之嚴重 奉勸大家一句 玩玩玩玩 對了 小心點玩 總之 有他就沒有我 有我就沒有他 誰要搞的 我女兒 對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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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一獄一世界》裡面 我飾演的角色就是五仔五志強 五志強是有個婆婆 有個女兒 有個老婆 突然就離開了 其實在電影的開初 從來都沒有人知道他是五仔 因為每個人都叫他吉澤 吃開了吉澤 是微不足道 你想想這個人在監獄裡面 的確是沒有人會給面 亦都沒有人會尊重 但是他沒有放棄過 他每分鐘都在水 是於日神 你竟然不是監獄裡面的工 很穩 當然很穩 我告訴你 最好應該應該在監獄工作 外面都沒有這樣的價格 我告訴你 我角色有個名字 大家看看 林潤達 在電影裡面 人人都叫我做達叔 人人都不多說話 一說話就是講道理 他就是一個 挺點醒我的一個老人家 當然 他不是我兒子 不過 有頭射 頭射了 我兒子的感情 下去 他們開始的時候 並不是一種 亦師亦友的關係 而是 大家都是 大家是肉友 老童 三十歲 什麼都不認識 就像他一樣 傻居居的 在這裡 吳日神 作為一個 都挺財雄勢大的富二代 他家裡很疼他 媽媽很討厭他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會教出一個兒子出來 因為 先生過生 所以他要照顧家 但其實他沒有時間照顧兒子 兒子提出這些不合理的要求的時候 媽媽都會意外信心 盡量去滿足 是否一定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安寫這個角色 就說了這方面給觀眾看 我覺得